过年最爱喝的就是酸汤小酥肉 酸爽开胃与简粒 大姨孩子都特别的喜欢 炸小酥肉首选就是梅花肉 也可以用五花肉和里脊 把它切成条放到大碗里 加入葱姜 一大刀花椒面 食盐胡椒粉和生抽 抓拌均匀 腌制20分钟 接下来调个炸面糊 碗里打入两个鸡蛋 三勺红薯淀粉 一勺玉米淀粉 少量的食盐 用筷子嚼着没有干面粉 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像这样出的带涩状状就可以了 腌好的肉条 把葱姜剪出来 将好的面糊倒进来 葱肺拿抓满均匀 使每个肉条都担得均匀 裹上一层面糊 锅里的油温有五层热 分开下入锅里 中焦火炸到定型之后 再用筷子搅动 这样才能受热均匀 颜色微黄先捞出来 油温身高再次复杂一次 二只复杂的小酥肉会更酥脆 一半撒上椒盐制然粉直接吃 另一半用来做汤 做汤所用的西红柿切成块 酒黄切成段 香菜也切成末 锅里的鱼油倒入葱姜蒜炒香 再把西红柿倒入锅里操作汁水 按家里饲口的多少倒入清水 调味加食盐 紫然香 多一点的胡椒粉和生抽 把配菜倒入锅里 煮7-8分钟左右 倒入炸好的小酥肉 淋入淀粉 大火烧开 淋出锅的时候加入酒黄和香菜 放一勺香醋和香油 这样做的酸汤小酥肉 酸爽开胃 越喝越想喝 喜欢的朋友在家也做起来吧 感谢支持 下期见